北京时间1月27日消息,据香港媒体报道,台湾艺人罗志祥与黄秋生的不合事件还未解决。 黄秋生昨日下午4点在微博表示,因受长期滋扰,本博将会暂时停止评论。 各位正常的朋友,在此先祝大家新春大吉。 约一个多小时后,黄秋生再次在微博留言,言谈间矛头好像只向小猪的粉丝。 恐吓我的人,我下星期在北京,有种的变来,不来你们是龟生的,一个二个耍嘴皮子讲。 记者昨天就此事联络秋生,但他没有回复。